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最近做了兩集SSD固態硬碟讀寫速度評測 在影片下還是會有很多觀眾推薦說 能不能再測試某某品牌的SSD固態硬碟 老實說 現在網路上要查資料是非常的方便 建議大家可以先行自行上網查看一下 像我最近也在查看觀眾所推薦的凱霞N.2 SSD固態硬碟 而凱霞就是先前做儲存設備的日本東芝 只是現在改了這個名稱凱霞在中國大陸賣貨 所以我可以很方便查看到大陸許多UP組的測試影片 而且對凱霞新N.2SSD評價都不錯 也終於等了快一年 現在在台灣也可以買到了 但我卻是看到在台灣YouTuber的推薦影片 也只是點到為止 沒有再詳細的測試資料 唉 怎麼會這樣子呢? 是被廣告主抽刪掉了嗎? 還是說 進到台灣賣的凱霞N.2SSD固態硬碟 又改了主控晶片和顆粒等級嗎? 凱霞應該不會這樣硬幹吧? 想來想去 我還是直接買一個回來測試看看 而我買的是它中階款 X-SERIA PLUS G2 500GB PCIe Gen 340 讀寫速度有3400和3200MB每秒 它還有PRO和入門款G2 就看你的口袋深度去做選擇了 那首先來看它的外包裝 做得相當精緻 保物性也佳 正面印有產品名稱和容量大小 在背後則是產品規格說明介紹和廠商資訊 來把PLUS G2拿出來看看 盒子裡面有... 拿取M.2SSD教學單 一本使用說明介紹書 那接下來按照教學單步驟來把PLUS G2拿出來 嗯... 照它所教拿取方法還蠻順手的 而在PLUS G2上方產品名稱貼紙 只有覆蓋在儲存顆粒上 這樣做就對了啦 對主控晶片散熱是大大的幫助啊 而它的佔存顆粒是用SK海利式記憶體 主控晶片就不用說了 一定是用自家設計的凱瑕主控晶片 但我是不了解 才500GB的容量大小 為何要用到正反面都4顆雙面顆粒設計呢? 這種厚度要放入輕薄本筆記型電腦使用 真的是一大考驗啦 所以當你在為你的筆電購買替換時 要先打開你的M.2SSD安裝空間 是不是足夠放入雙面顆粒的M.2SSD 免得卡死自己 而在貼紙下方可以看到儲存顆粒編號 應該全部都是凱瑕自己生產的顆粒 那大概就先介紹到這裡 快來上機實測吧 而這次使用測試平台 是我向微星借的新產品MH-B760MM的Wi-Fi DDR5主機板 剛好藉由這次測試機會來換個不同平台操作看看 那一樣來簡單開箱介紹一下 在盒子正面就是M.2SSD破擊爆主機板經典設計 你一看到就知道是它讓人印象深刻 在背面則有主機板規格介紹 打開盒蓋後 盒子裡面有無線接收天線一組 一包M.2SSD固定柱和螺絲組 另一包是有免螺絲快拆M.2SSD固定柱一支 一條SATA6連接線 最後是快速安裝說明書 裝飾貼紙 和歐盟監管說明書各一張 而這張B670MM的Wi-Fi拿在手上感覺是非常沉重 也紮實感覺 微星對M.2SSD破擊爆主機板不會因為是中階等級 而偷精減量 在上面VRM散熱片也是堆好堆滿給你一次滿足 而這張供電設計是有12加1加1像 供電V-Code有75A 要來帶動13大i9-13900K也沒有什麼問題 在DDR5記憶體方面可以插上4支 最大支援到192GB 記憶體超頻最高可以上到7000 在PCIe插槽方面 第一條是PCIe 5.0-116 有做鋼鐵裝甲強化保護 第二條是PCIe 3.0-11 最後這一條雖然是有長插槽規格 但它卻是只有支援PCIe 4.0-114 使用上要注意一下 而在M.2插槽部分 分配了兩個PCIe 4.0-M.2插槽 可是在第二組是沒有附贈散熱片 在固定M.2 SSD的角柱也要自己鎖上 在第一組散熱片內側有附上散熱貼給你使用 但當我想把第一組散熱片移到第二組使用時 卻是發現它們兩者尺寸大小是不相同無法共用 所以當你在規劃M.2 SSD散熱器要多注意一下這個問題 前置USB支援部分 有一個USB3.2 Gen2 Type-C擴充座 一組USB3.2 Gen1插座 四個SATA6接口和兩組USB2.0的插座 在背後IO插孔部分 有四個USB2.0 Type-A 一個DP1.4輸出孔 一個HDMI2.1輸出孔 左邊單孔USB3.2 Gen2 10G Type-A 和一個USB3.2 Gen2 120G Type-C 一個2.5G以太網路孔 左邊兩孔USB3.2 Gen2 10G Type-A 兩個Wi-Fi6E天線插座 最後是音源輸入輸入孔 而這次使用的CPU是Intel 13代i9-13900K 也沒有辦法 我目前也只有這顆13代的U可以用 DDR5記憶體是使用枝極幻風級 Z5 6800 CL34 16GB雙套組 一體式水冷散熱器是使用微星S360 NDR2 SSD是金斯頓KC2500 250GB 讀寫速度有3500和1200NB每秒 並且兩者都換上我們測試過的NDR2散熱器 來減少高溫掉速問題 顯示卡是微星Gaming X3 RX 6900 XT 16GB 而目前測試的室內溫度為21度的台灣春天 首先來看一下新的測試平台性能水準 首先在R23跑分測試 結果不出10秒 i9-13900K 當場馬上破100度高溫 給我嚇了一跳 還以為用到Z790主機板 BG60M Mode Wi-Fi主機板 給到1.45V高電壓 CPU的Package功耗也來到350W以上 大核在5.2G 小核在4.2G 真的一點也沒有再客氣的主機板 最後跑分測試結果 多核有38174分 單核有2161分 幾乎已經和使用Z690主機板打成平手了 而且在3D Mark Time Spy Extreme跑分也不差 有1377分 看完這些評測我才了解為何BG60會賣的比Z690還貴 而我也建議如果你是使用Intel 13代CPU 盡量能搭配13代晶片主機板來使用 它們的表現效能真的會更好許多 那我們的新測試平台沒有問題了 終於可以來狂操Plus G2 M.2 SSD固態硬碟 首先是Crystal Disk Info 目前是全新未使用的M.2 SSD 傳輸模式為PCI 3.0 x 4 在還沒有測試前 Plus G2加裝喬博士M.2散熱器 溫度約在34度 當我在用Crystal Disk Mark 讀寫性能測試時 Plus G2最高工作溫度能升到57度 兩者前後能相差有20度左右 如果沒有加裝M.2散熱器 升到70度也是輕而易舉的事 所以建議大家用這種超高讀寫速度M.2 SSD 一定要加裝散熱器來使用 而最後在空盤08測到讀寫速度 和官方標示一樣在供殺範圍裡 讀取有3443MB每秒 寫入有3141MB每秒 都沒有太誇張的灌水問題 而在4K Q1 T1表現 已經是高階M.2 SSD的水準 接下來是AS SSD Benchmark測試 最後總得分有6835分 IoPS約在51萬和68萬左右 嗯...不錯不錯 看到這裡我對Plus G2的表現水準 越來是越有信心了 接下來是大檔案讀取測試部分 一樣使用Ida64來對Plus G2做全盤線性讀取測試 在開始測試初期讀取速度約在2600-2700MB每秒 但過了3%後就會馬上爆充到3000MB每秒左右 讀取速度到結束 接著是全盤線性寫入測試 可以發現在測試初期寫入速度約在1700-1800MB每秒左右 但到5%後馬上狂飆到2500-2700MB每秒 持續努力爬升 可惜在10%SLC快取耗盡後 又再掉到1700-1800MB每秒 一路寫完到底 我的媽呀 這種環外寫入速度 都快把高階M.2 SSD 壓在地上摩擦來回好幾次 真的太強了吧 來看看實際檔案寫入測試表現 看到前面如此好的測試結果 相信一定會有讓人滿意的表現 我一樣使用上次測試檔52GB 同樣複製到Plus G2裡面 初期寫入速度最高可以到160MB每秒左右 但寫到18後 就馬上爆充到1.7-1.8GB每秒左右寫入 看到這種寫入速度 真的覺得安心又滿意啊 欸?怎麼回事啊? 當寫到70%時 寫入速度馬上狂跳到120-140MB每秒 馬上變為和機械硬碟一樣寫入速度 沒搞錯 在做全盤線性寫入測試 可是1.7-1.8GB每秒一路寫完到底啊 怎麼可能會出現兩種不同測試結果呢? 賤鬼啦 再來測試一次看看 哎呦 沒錯 就是這樣的寫入表現 而且不管我測試拷貝寫入多少次 就算接近到95%滿盤也是同樣都沒什麼太大變化 我真的不太了解凱霞是用了什麼黑科技在裡面啊 在兩種測試中會有不同的變化結果 如果你是知道內幕的人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最後是ADDO Disk Benchmark測試 在16KB以上區塊的讀寫也不錯 可以達到一半讀寫速度 1.7-2.2GB每秒的表現 並且到256KB時就連達到全速極限 2.7-3.2GB每秒 測試到最後也是很漂亮的保持沒有掉速問題發生 那以上是凱霞Aceria Plus G2 500GB M.2 SSD固態硬碟測試 看到軟體測試和實際檔案寫入速度極大落差結果 我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 現在我整個人真的被嚇傻 目前的腦袋是一片空白 所以接下來只有交給大家去分別判斷了 等我心情情緒平順後 再來想想看要如何處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吧 看完今天的測試影片 如果你有什麼看法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也請多多幫忙按讚和訂閱 讓我可以更快一點達到10萬訂閱獎牌 我是香蕉人 讓我們下集影片見啦 所以影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和分享 也記得把你的鈴鐺打開喔 這樣隨時才可以收到我上傳的最新影片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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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